那公子哥被路易一脚踹到河堤上 路易上脚丫智掌 满身力气 刚才说什么 那人还在嚣张 你谁呀 赶紧放开我 不然让你吃不了兜 但 他的话都没说完 就痛苦哇哇大叫 那将他压在河堤上的力道不断加大 面无表情的男子再一次重复 刚才说什么 惊吓这便安慰了沈十一几句 一看路易出手毫不留情 大人这是要草菅人命啊 这人不过说了几句嘴歉的话 罪不至死 我大明王朝还是讲法的 大人可不能让人揪住小辫子 大人冷静 这种人不值得你出手 若是打死了必有后患 路易看那公子哥嘴角渗出血迹 那伤应该挺重 什么后患 锦衣卫不就是草菅人命的吗 惊吓默了默 这话居然十分有道理 大人还有点自知之明 总之大人你下手有点分寸 放心 本座绝对不打死他 惊吓 这才最恐怖 那公子哥一听锦衣卫 直接晕了过去 路易说回脚 真是不顶事 这就晕了 他看向惊吓 眼底不悦 怎么哪哪都有人盯着他 惊吓却完全没看路易 转身就去关心沈十一了 你没事吧 这人谁啊 居然敢逗你 沈十一谢过惊吓相救 笑得发苦 逗我 逗我怎么了 我如今不过是个家道中落的姑娘 曾经的敌人都落井下石 还有白眼狼扑上来咬一口 惊吓 嗨嗨 这话没法接 导致神府家道中落的人就站在他身侧 他默默瞟了一眼路易 沈十一不看路易 他不喜路易 但他不讨厌惊吓 我并未指责 你不用多想 他断了断 惊师首富的女儿竟是气势 那人先前来求娶被我拒绝 大概是怀恨在心 啪 还真是老虎不在家 阿猫阿狗都敢动沈府 当沈府没人了是吧 惊吓看沈十一那模样 多多少少难受 年纪轻轻 就被破计成亿万家产 挑起沈府的烂摊子 他一如既往热心的性子 十一小姐 这人替你教训了 我送你回府吧 沈十一看着那昏迷的公子哥 眼神渐渐冷漠 世人要看沈府消沉 世人要欺沈府无人 他不云 今日谢过二位 我的事从已在路上 这公子就留给我解决了 当时沈府重开的魔刀时 我不会放过他的 惊吓不勉强 那十一小姐自己小心 沈十一看着路易和惊吓一起离开 那灿灿的夕阳里 一静一动的性子 正好融洽 他继续看着河堤上的斜阳 冷漠 人都有劫难 他生于神府 这是他的命 今夏挽着路易的臂 大人 你方才看到了 看到了 今夏说的是沈十一的容颜 怪不得他孤身至今 这世间的人 大多看皮像 今夏叹气 能降助十一小姐的 肯定是世间大才 不会介意他的模样 十一小姐历尽世间苦难 却依旧对这人是充满善意 他的胸襟世间少有 大人 你说他能称其神府吗 路易言简意该 安安 只希望他走过此次波折 路易看似随口硬着 会的 二人回到府中 正是人间饭熟食 小婆婆已经准备好了吃食 笑咪咪等着二人回来 那一夜 路易与今夏好好算了算账 他上了观火楼的最高层 今夏再看星星 来 夏爷与我说说 你都是怎么追姑娘的 今夏正坐在逍遥以上 一摇一摇的 你眼看着繁星点点 今日是朔月 星星最是亮了 面对路易的问询 夏爷表示慌张 他以前的风流运势 那是从来不与大人说 说什么说 说了指不定会被大人一口 真要那种 路易这般站在他跟前 夜色趁得他脸更黑了 他分外无辜 伤音又焦又点 大人 都是往事风流 年纪小不懂事 何必追之过深呢 那副手而立的人像是在哄骗小动物 你说要交层服 我怕你把他带坏 万万罢了 今夏歪了歪脑袋 他只说怎么追 不说追了谁不就好了吗 这要追姑娘家 首先 腰长得好看 路易十分简单粗暴 但他笑了 言之有理 惊吓看路易性子很好的样子 这才坐起来与路易好好说 看上了 想办法说话 要姑娘家认识你才行 人时候 那得想办法动手动脚 靠近拉扯摸头捏脸 步步深入 但且不可过分 否则就该吓死人了 要知小心意 要净退有度 还要会说情话 顿了顿 某人不知死活看向路易 不能像大人那样 连姑娘家死活都不管了 路易皱了皱眉 夫人说的 我都做到了 惊吓 那不是我先动手的吗 知道是自己先动手了 路易轻哼一声 啊 那些真是意外 大人 不是我说你 日日板着棺材脸 我一开始见着你 那是恨不得绕路走 就怕哪天自己的小命 就交代在你手里了 路易看着那抱怨的姑娘 点了点她的眉心 这是要嫌弃为夫了 哪敢啊 我是嫌命长吗 惊吓突发奇想 嘴姑娘她是一套一套的 不知这对大人管不管用 惊吓做事站起来 站在逍遥椅上 摇摇晃晃的模样 路易顺势服了吧 为防摇晃 还踩住脚板 不让椅子摇晃 找摔麻 以及 不要穿鞋踩到椅子上可乘 惊吓听路易这话 是差点就折下去了 有大人在 怎么会摔 他踩上了逍遥椅 比路易高了两头 居高临下看着路易 他拍了拍路易的头 我怎么会嫌弃大人呢 大人是世上最好的人了 我能求到大人 定是在佛前修行了千年万年 路易 惊吓看他的眼神不对 他握住他的手腕 突然慈爱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 惊吓俯身抱住路易 将他纳入怀中 没事 就想抱抱大人而已 路易顺势搂住惊吓的腰 他站得高 这一抱 正好挨在他的棉软里 耳朵贴在他的心口 他由他抱着 果然十分怪 夫人到底追到过几个 夏野表示 哄 他现在就在追 大人可不必那些花姑娘漂亮多了 我这是空有一身本领 奈何本身就是个姑娘 也就堪堪五六七八个 路易疏然收紧手臂 夫人厌抚不浅 惊吓呼感不妙 生生唤了说辞 想好罢了 逢场作戏 一个两个嫁人都比我积极 抛弃我的时候毫不留情 他松开路易 抬起他的下巴 眼中是隐晦的深情 像极了片小姑娘的公子哥 唐人都是过眼云烟 只有大人是繁华背后的归处 他这般看着路易 是真真觉得 还是应了自己那句话 不像你们家大人 细皮嫩肉的像女人似的 路易算是明白了 夫人这是在调戏他 下来 惊吓被路易一凶 指得跳了下来 不忘点了点路易的美心 大人老实皱眉 这样会老得很快的 大人要多笑笑 笑起来最好看了 他扑到路易怀里 将他压在珠红柱上 双手撑在他的耳侧 彻底两人锁死 霸道不失柔情 大人为什么生气 他更进一步 手肘撑在珠红柱上 眼底是秋水连连 大人真难追啊 路易捏住金夏的脸颊 虎口贴着他的下颚 不由分说将他往拽过来 吻上去 我 金夏触不及防 这这这 追姑娘时 未曾遇过反攻的 路易扣住金夏的腰 顺势一转便将他抵在珠红柱上 金夏本是要将路易推开 却是不自觉抓紧路易的衣襟 呜呜呜呜 大人再不松开 他就站不住了 路易松开金夏 两人都是微微的喘 他撑在他的耳侧 你才是我的姑娘 所以 别拿对付姑娘那一套对付他 是他先做梦的 某人是一点都不自知 金夏闽纯 竟是苏麻 这算什么 大人反制吗 抬头 路易笑 金夏垂着眼眸 似乎没听见般 大大咧咧的下爷在路易跟前 真的就只是个姑娘 路易取指抬起他的下巴 侯姐微微一滚 夫人说 姑娘家最是敏锐了 若是有意 会小鹿乱撞 胡思乱想 夫人也这般吗 金夏被迫看着路易的眼 这是他说给存福听的话 反倒被大人捡了去 大人聪慧 我怎么样 大人难道看不透吗 路易伸手抚着他的眉眼 看不透 是真的看不透 是不自知的心动 是不自信的试探 是不知如何说的心思 是只是大人吗的怀疑 在通透缜密的人 堆上喜欢的人都是不自知 惊吓娇称地看了眼路易 不告诉大人 不可说 说了会被大人笑的 大人生得太好看 让他老是胡思乱想 他不是不开窍 可是他哪里敢想 哪怕有所察觉 只能当错觉 路易勾纯 没关系 今夜还很长 他可以慢慢论 一摇一摇地逍遥已 是夜空繁星 是追忆将蓝 娇羞的姑娘镜子躲进 那冷清的锦衣卫怀中 今夏只觉得 锦衣卫的审讯技巧真的可以 可不只是言行拷打那么简单 眼神 细节 表情 他在路易跟前 跟没穿衣服一样 将曾经心思暴露出来 露台之上 四周挂愁 繁星点点 阳风有信 衣裳半退 逍遥以上是逍遥 一晃一晃的 那垂下的玄色衣裳和戴蓝如群交叠在一起 满目的繁星像是掉在了惊吓的眼睛里 正正看着身上那人 终究是承认了 断断续续的声音里带着微喘 大人 真的有 小鹿乱撞 胡思乱想 顿了顿 补了句 仰次 他的十八和十六 多爱上了路易 酯定的缘分一般 一鸣不满间 他被压得心计 忍不住问路易 大人呢 路易看着惊吓 自下而上的打量 带着一丝邪似之意 某人衣裳凌乱的模样 透着他不自知的蛊惑 梦实现了 夜深了 心性顾眠 惊吓盖着路易的衣裳 拐巧握在路易的怀中 与他一同看着繁星璀璨 逍遥已依旧是一晃一晃 是难得扶生一闲 大人 恩 其实 我没追过姑娘 路易唇脚倾钩 抚了抚他的脑袋 恩 惊吓忽然翻身 撑在他的肩上 我以前就想当爷 我不想被人欺负 这就混出了下爷的名号了 但暗的时候 就常常遇到小姐姐 他们哭得旁人忒心疼 我倒是真学会了哄姑娘 恩 这美姑娘喜欢上我 淳于敏那会儿 我自己都蒙了 路易捏了捏他的脸 你在外边当爷 那是你喜欢的事 我不管你 但若是回家还当爷 那可就要收拾你了 知道 大人才是爷 路易轻抚着惊吓的脸 自从做了指挥师 一直都在坐镇经师 许久都未曾出去了 惊吓贪手 自从当了第一女补 我常常出供差 都出去散回了 日后得了嫌 陪你出去玩玩 真的 真的 沈十一重镇门户 寒生回去帮把守 沈十一正是用人之计 而他正好无所实施 沈十一对神府 以以米虫采用均填制 将神府在京师的田地 都分成均等 让那些米虫自给自足 放贷也好 孤人也罢 以应吃喝用度 神府不再直接提供 而是看神府越盈余 能补多少就补多少 不愿意当米虫的 可接管沈家商铺和商线 但需得尽忠上位 不行就撤 让能者居知 一连串改变可谓是摧枯拉秀 触动多数人的利益 遭到了各种反对 甚至大打出手 面对那些不满与反抗 二十岁的姑娘出手极狠 杭家法 杀鸡儆猴 寒生陪着沈十一散步 查看万周街的现状 若是一时改不了府中的臭毛病 不如先顺着他们 等到掌握了实权 在行生杀 沈十一还在养病 透着一种苍白 寒生 你的手腕绝非寻常人能比 诶 究竟是谁 寒生雅了呀 她不想欺骗沈十一 二 她已经与公主身份彻底剥离 不想面对那痛苦的过往 我真的是开封李家的小商女 可惜家道中落了 否则我定是与小姐齐名的商界双臂 你似乎很信自己 我为何不信自己 她生得好看又聪慧 自小便是严苛教导 恋情能面到手出血 背书能背到半夜 她吃那么多苦 练了那么多本事 为何不信自己 两人在茶寺烧歇 忽而有人请见 寒生给沈十一倒茶 一台谋看向来人 茶水一出来不自知 宫中人 宫中请十一小姐 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